好,各位骑友大家好,这盘棋是7月23号,杨顶星对战王星号下的另外盘网棋 这盘棋杨顶星直黑,王星号直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错小木加大跳的配置,白棋挂脚,黑棋反挂,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下法 然后在左上角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定势 之后白棋打持,黑棋就直接沾,那就把这个定势继续走完 之后的几手棋也是属于固定搭配,黑棋拆过来 白棋左边补断的话,虎一个比较扎实,不过会落后手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想抢先手的话,那就往旁边碰,这里碰都可以 实战白棋往上碰,黑棋也就没有跟着硬了,直接往上拐住 白棋如果说想把这个棋型走得更好一点,那就继续搬 搬完之后黑棋单退,白棋再出头 实战白棋现在左边为空,那黑棋搬破眼 白棋要路搬扩大眼位 黑棋这个时候就不能贪吃上面这颗子了 不然的话被白棋反打完之后长,那白棋火了又出头了 就剩下黑棋大龙单方面逃跑 那黑棋完全没有意思 所以说黑棋长一个,然后白棋点在这里补 也是不想让这儿被黑棋包围 那接下来其实黑棋还是应该在这儿继续定型 可以上方断打完之后,斩 白棋补活的话,那这里始终牵了一个断点要补 当然黑棋现在不着急断,现在断的话白棋还可以跑 黑棋可以先在右边这里拆边为空 这里现在非常空旷 非常有这个发展的潜力 至于上方这个断点,反正白棋不补 是白棋的一个隐患 以后黑棋在中间这里多了一些子之后 形成包围圈,再往上断 那就要全部成空了 所以说黑棋这样下是非常不错的 始战黑棋现在往左边打入 就走的比较小了 首先这里白棋的间距比较近 黑棋打入的话,掏掉的空有限 然后黑棋自己也缺乏眼位 对于白棋脚上这块也没有威胁 所以说这手棋就完全落了一个后手 接下来白棋往上沾 那外面的这个断点也就不存在了 等于说白棋上面全部补好了 那接下来如果说黑棋在左边没有收获的话 这手棋是肯定有问题的 之后黑棋飞锋,白棋贴住先手 那再直接拖先往下方飞压 白棋这个地方下的是非常灵活的 那首先黑棋直接打入的时候 白棋没有直接理 然后黑棋想要封锁的时候 白棋又拖先往下方飞压 把黑棋这里的空全部压低 然后黑棋再往左边二路飞 搜根的时候 白棋再选择飞出 那所以说白棋的步调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里白棋出头的话 直接就把黑棋两块棋分断 黑棋上面这块棋现在更加危险了 所以说AI建议黑棋马上选择靠完之后 往中间跳一个出头 那先把大龙安定再说 实战黑棋下的就比较贪控了 还要往左边这里飞 这个只能解释为彻底破坏掉白棋的眼位 但是白棋跳出之后 黑棋外面大龙怎么办 这个地方不走再被白棋封锁的话 黑棋全得死 所以说黑棋得跳出 白棋左边冲一下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现 左边黑棋连续小飞的这个棋形是有缺陷的 因为白棋跨完之后 再往路一夹 黑棋被断开了 冲不行 白棋断打吃通了 所以说黑棋只有打 那白棋站 又是个先手 黑棋吃掉左边这颗子 这块棋仍然不活 所以说接下来黑棋只有再画一手棋 往这刺一个 挤一个 再把白棋这颗子断吃 这个地方黑棋的收获就非常有限了 只是破坏白棋的一些木属 自己增加的木属也非常有限 关键是这里的后保 就完全发生转变了 先不管黑棋上面这块棋的死活 左边这块棋被白棋飞过来的话 黑棋现在完全不活 那黑棋往路夹 白棋路搬足度 黑棋再往这大跳 想威胁白棋脚上这个冲断 但是白棋现在肯定不会继续补了 因为黑棋这个地方 棋型非常差 白棋往这点刺的话 黑棋就已经非常头疼了 如果说黑棋冲完之后断 吃掉这颗子 那白棋搬先手再往下贴住 脚上黑棋被吃住的话 木属损失太大 外面这块棋还要继续出头 那黑棋肯定来不及补 所以说黑棋选择挡住 那这个时候白棋就完全可以断了 断的话就可以吃掉左边这三颗子 因为黑棋冲的话白棋可以拐住 再冲黑棋就可以挡住了 左边的这个断点 黑棋是不入气的 只有往外打 那白棋沾全部吃通 外面白棋大龙全部联络 至于黑棋下方这里的冲断 黑棋冲断的话也是自询死路 因为外面这根棍子不走 被白棋飞风 下面杖壳子不走 被白棋往路跳也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断一个是相当严厉的 实战白棋往脚上贴住 那黑棋打吃完之后 虎一个补齐 但是就算黑棋补一手的话 这个断点还是存在 并且白棋现在断的话 仍然非常严厉 首先黑棋往这冲一个是没有用的 冲完之后左边这个断还是不入气 那左边这块全死 黑棋可以往这跳架 这个是一个举步妙手 因为白棋不能往下冲断 不然的话黑棋断 白棋打黑棋沾 左右两边白棋都冲不出去 这样白棋被反杀了 但是白棋 断完之后可以往这冲 冲完之后就吃掉这两壳子 这样白棋上面大龙彻底活了 然后黑棋下方这里的冲断 还是黑棋比较勉强 因为黑棋的气跟紧 所以说这个地方 无论白棋如何定型 都是黑棋比较为难 实战白棋选择拖先往上跳一个 那黑棋回过头来补一手 黑棋的处境稍微好了一点 不过就算这样的话 还是黑棋南下 因为毕竟黑棋上面拖先了一手棋 被白棋往中间跳一个 黑棋大龙还得继续跳出 然后白棋在脚上这里也有借用 再往前飞 整个布局阶段 白棋下的是非常潇洒的 就是因为黑棋在左边这里 多花了好几手棋 但是效率并不高 之后黑棋还得继续跑出大龙 往这靠压 因为白棋向下方这里往前压 都是属于先手的情况下 白棋完全可以往中间扳 发展周围的潜力 那这样白棋也是非常不错的 实战白棋下的更狠 直接瞄着黑棋的断点 所以说白棋往上顶住 黑棋不能往这随手挡住 不然的话被白棋挖 黑棋就被断开了 左边这块被吃掉的话 这个损失太过于惨重 所以说黑棋先虎一个 如果说白棋补断 那黑棋再补 这样的话两边断点 可以先手补掉 那实战白棋肯定不会再跟着硬了 直接往右边挖毡 给黑棋留下来两个断点 而且黑棋下一手棋 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 这个地方黑棋应该选择往右边冲 冲完之后断驰 上面这几颗子 这样的话黑棋已经活了 活掉的话黑棋负担 就稍微少了一点 实战黑棋往左边这里 这样的话被白棋往上冲 黑棋已经不敢再往这挡住了 不然的话被白棋断开 左右两边都有断点 黑棋大龙又危险了 而且像左上角这里 如果说黑棋提掉的话 只是后手一只眼 像左边这里也是后手眼 黑棋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只有先冲断 把这颗子吃掉 保证这里有一只眼 然后左边有两个后手一只眼 这样黑棋才是活棋 但是这样的话被白棋冲下来 黑棋脚上这块棋 又受损了 而且如果说黑棋先这样冲下去 白棋左边做活 黑棋在这儿把这个缺口补掉的话 右边这里被白棋包扎住 再拆边补一手的话 那白棋右边这里的大模样 就比较恐怖了 那黑棋再破空的话 周围全是白棋的子 黑棋只会变得非常危险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还是选择二路飞 想要操控 那白棋左边沾先手 黑棋后手补活 等于说这块棋最终变成 两眼苦活 那黑棋已经相当委屈了 现在黑棋每一块空 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接下来白棋继续飞 黑棋没有办法 只有打入 白棋顶完之后挡住 先把黑棋的这个出口 全部断开 黑棋拆二 但是拆二的话 还是没有安定 白棋先往脚上 这里搜刮 点过来 黑棋挡住 因为黑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 白棋往三三爬一个 那黑棋这块棋都不活了 所以说黑棋挡住 然后白棋再往路搬 这里黑棋往路跳 想分段白棋的话 也是不成立的 因为黑棋站 白棋往路小间 就可以连回了 搬的话 白棋还可以反搬 黑棋还得继续补 实战 黑棋反搬 然后白棋 再往右边 这里震过来 威胁黑棋的这个拆 黑棋 靠牙之后 长 这个主要是瞄着脚上 这个冲断 但是白棋 可以先手补棋 补完之后 再往这贴住 把黑棋全部封锁 这样的话 虽然说右边这块空 被黑棋掏掉了 但是白棋中间 又自然成空了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非常被动 接下来 黑棋往路小间 扩大眼位 白棋先往上沾 黑棋顶住 做活 那这个地方 如果说白棋 往脚上 先手扳 再冲过来的话 黑棋可以往这冲断 这个地方也有冲断 白棋现在是来不及 在右上角这里 点进去破眼 杀棋的 因为外面要补 不过 这个地方 白棋还是可以这样定型 因为外面打吃的话 白棋可以往这贴住 虽然说是个鱼形 但是可以紧住黑色棋 这个地方 白棋也可以全部连通 然后黑棋脚上 还要再补活 白棋外面的目术 也非常不错 实战 白棋就比较球稳 往这 补雷手 那外面彻底没有问题的话 黑棋脚上就得补了 一路里做活 然后白棋 再往右边冲 黑棋 这块棋 也得后手苦活 接下来白棋 把下方 最后一个大场 走掉 然后这手棋 除了要 在中间这里 为控之外 还有这个 右下方 这个二路透点的手段 不过黑棋 也来不及补了 只有先大跳 掏空 然后白棋透点 这样的话 黑棋右下角又不活了 这块棋还得继续跑 那白棋就把下方的空 全部围住 黑棋再往前跳一个 白棋往这 把联络全部补好 黑棋刺 白棋再沾 接下来 算是黑棋 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就是往这尝 这个地方 黑棋的一图就是 想跑出这颗子 然后把白棋 两边大龙分段 想杀棋 但是 这个地方 想杀白棋 是不可能的 白棋 也是非常冷静的 先往这儿 猴一个 然后再往中间 大跳 这样的话 白棋的掩位 已经形成了 然后 黑棋右边这一串 还要继续连回 白棋再扳 黑棋 往下贴住 这个地方 因为白棋弃紧 所以说 这个冲段 是不成立的 黑棋打穿完之后 再打直接一气门 实战白棋往左边 打吃先手 然后往右边 冲完之后断打 走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 黑棋 首先右边 这个断点 还要再补 虽然说 黑棋可以往中间断 先手补棋 然后再往右边 这里打吃 当然白棋 不能 提掉 不然的话 黑棋往右边沾 白棋大龙要被分段 白棋这个地方 可以选择反打 然后先往中间提 黑棋补掉右边这个冲段 白棋再全部联络 这样的话 白棋两边大龙 分别做活 那黑棋这个目鼠 差的已经比较多了 好 那这本棋 也是相当的精彩 转折点 一个就在于 黑棋在左边打入 选择在这 连续掏空 这个方向 是有问题的 黑棋应该在右边这里 拆边 发展大模样 还有就是 在上方这里的定型 黑棋如果说 直接做活 也比实战好 实战 让白棋 直接冲下去的话 直接影响到脚上这一块 然后白棋 在这里通搜刮 右边 虽然说黑棋 打入掏空 但是白棋 可以顺势 把外面走后 中间又可以成空 黑棋 始终处于 非常被动的 一个局面 这盘棋 可以说 是白棋 完胜的一局 好 那这盘棋 就给棋友们 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